就是一个女生 就是认识见过一次 很怪 很怪异 你可以看她提供话题的程度啊 就聊这个话题她就投入一些了 就不像之前那样滴水不漏 但是她没说 那么只能证明两句 要不然她就是太单纯 要不然呢她就是 就是要等着你主动 如果想要学习更多的把妹技巧 可以添加我们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加入我们一起学习 一起进步 看到我屏幕剪 那个能看出来 因为那个颓骨 你的额头也比较饱满 因为我填过 全都填了脂肪 然后嘟嘟唇 我觉得还不够饱 双眼皮做的吗 那你一脸假 全脸全都动 她的注意力全在自己的身上 没有发现这个点了吗 容貌什么东西 完全跟她 她如果对她圈子之外 她不接触的东西 她不很好奇 她不对你提问 也不对你有好奇心 她只对她自己感兴趣 从到目前为止到现在 看到了吗 她只对她跟她相关 她关心的事情感兴趣 对其他的东西一概不闻不问 你这个两层含义你知道吧 会让人心里打鼓 你这种性格是不是很容易 把追求者处成哥们 我没有追求者 那你现在有了 我有我有 天哪 你说任何东西 跟她无关的东西 她就给你敷衍 你说跟她相关的东西 她就跟你聊就聊 所以说她所有的关注点 全在自己身上 那就很简单 就是你要泡我 你要聊我 你要给我 那首先 你能给我什么 可能这就是这个女生的核心出发点 不过 这个东西其实不重要 人家说你怎么得到的不重要 关键是现在是什么样子 最重要是效果 就跟你说 你前次怎么得来的没重要 你是买彩票的 还是赚钱赚来的 不要自己有死利 对 只要你现在有钱 现在大家只看结果 不看过程 我大概就了解到 她是什么样的人了 就这样的女生 非常难聊 为什么呀 就是你要不停地去付出 你要不停地去完成她 对她好 然后她在考虑 要不要给你机会 你们愿意做这样的男生吗 然后我们往后看 我下个点要去上海 去把那个太阪太鼎给取了 你那家不在成都做 因为 我现在上海做的蘑菇 因为做蘑菇 然后去太阪太鼎只能育 是原来的医生 因为她知道 她那个太阪太鼎放的位置 和她放的那个 不是 她的手术方式吧 不过你这个做的算是挺好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 还可以 当时那个医生 她 那么这样的女生 她会对什么样的男生感兴趣 如果你不是 如果你不是去做田狗 你不是去做她 这个持续对她好 默默付出但是又不求回报的人 用什么样的方式能撩到她 医生 你刚才就把下颌角磨了吧 我说你在开玩笑吗 我说 我说你看得到我的下颌角吗 我的下颌角在这里 你们这样做完以后 根本就看不到 这个整个下颌线会非常的明显 你知道吗 我的下颌角是非常小的 她所有的注意力全在自己的身上 对你的话题不感兴趣 敷衍 当时做了下颌角的话 这个就先适合 知道吗 就会显得非常习惯 所以说 我实话那些因人审美 还不如有 说起自己的事情来滔滔不绝 这个东西一定要自己去 不能去 很多知情吃的审美 那我为什么说 你一个做的比较好 就是能看出来动过 但是很有辨识度 一个女生愿意在脸上钉钉子 打钢板 动刀子 你想象一下她对自己有多狠 那么她在感情当中 对别人会有多狠 对吧 一个人能作为自己这么狠 你给你想象一下她绝对不是一个温情摸摸的人 你想象一下 就是但凡是这种能够吃大苦的人 一定是要获得很大回报 你也有容貌焦虑吗 你也说做这个很容易上野 就做完一个 就她说完这些时候 我大概已经知道她是个什么样子了 就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不推荐 去跟那些假脸整容的妹子去走心 因为她们的心 对吧 那句话叫做什么 杀了十年的驴 杀了十年的鱼 我的心就像什么杀刀 像刀一样冷 对吧 很多女生就是这个样子的 就什么东西都温暖 没有她的心 如果想要学习更多的把妹技巧 可以添加我们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加入我们一起学习 一起进步 我昨天 那天去喝了顿酒 然后回来上秤 吊了好几斤 然后 我还发风水圈呢嘛 你看70多天 吊了八九斤吧 然后我自己感觉出门 都走路带风的那种感觉 你知道吗 就虽然自己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胖了还是瘦了 但是你心里上有了这种 就是你刚出来你觉得自己好看的时候 那种走路带风的感觉 就很多时候这个东西不是说给别人看的 我瘦了这么多鸡 我走路都得超多大鸡 不是 你接触手啊 你看看观众边就是自己好不好看 我瘦不瘦 坐下来太难了 其实我后来发现也很难 最难的是第一个礼拜 就是要养成那种习惯 就我到这个时候为止 我发现我其实对这个女生还是挺失望的 就是让我选择的话 我绝对不会选择这样的人做女朋友 大家可以记住我这句话 比如说吃饭的时候 就吃这种 你看就是这种 比较健康的这种 这个我都碰到不碰 基本上都是蔬菜子的 但是你这样的东西 我给你讲 你吃三天两天 到第四天的时候 你会有一种 就是那种 抗拒的反应 你就满脑子都是什么 满脑子都是什么 火锅呀 串串呀 烧烤啊 都是这些东西 但是为什么我这个时候 还要跟她在这废话 还要在这说这么多 就是我到底要搞清楚这个女生 就她的需求是什么 就是如果说她对男人没有想法 她只关心这个东西 她今天为什么要跟我出来 我很想知道这个点 所以我就把这个约会拖下去 狐狸总会露出尾巴来 你每次出门都要梳妆打扮 对不对 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除了今天 我经常出门的 但是你想你 是不是习惯出门 把自己收拾好 你觉得是自律吗 但我们男生看来就是自律 我们出过门五分钟就行了 女生出过门要一个小时 这能坚持每次出门 都要收拾自己一个小时 自律啊 但是你觉得你是自律吗 你只是习惯了而已 对吧 吃下去好满足的 别看吃的都是菜 你是不是也习惯了 就我刚才说了那么一堆 他还是给了一个反应 就是说了那么一堆 你看看他刚才一直满足在吃 听到耳朵里面 我知道他是左耳朵进 还是右耳朵出 不知道 但是他说满那么一句 就说明我长篇大论 说了那么一堆 他其实还是听进去了 就说明什么呀 说明就 他并不是说 就是对你完全没有兴趣 或者说完全没有窗口 很轻微 就是从这一句话中看出来 我说了那么一堆 其实是一种 很繁长的说教 换别人 就是如果对你没兴趣的人 听完说那么一堆 他早烦了 但是他反应还可以 就是这种 轻微的这种东西 还在这里头 说明他有用心在听我说话 就是他的兴趣点 还放在我的身上 但是他想要什么 我到现在还搞不清楚 如果想要学习更多的把妹技巧 可以添加我们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加入我们一起学习 一起进步